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在驾驶汽车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系安全带 而是点火发动引擎 no no都不是 开车的第一步 当然是开车门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喷我 您先别着急喷 我告诉你 门把手虽然不起眼 但有些车放在你面前 你说不定连门都开不开 今天我们就来盘念一下 汽车有哪些不一样的门把手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常见的外拉式门把手 这种门把手也是最主流的开车门方式 不仅设计美观 而且使用方便 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 一般的汽车都是使用着这种把手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其次要说的是上翻式门把手 这类车门把手 虽然可以降低风阻 使车身获得更好的稳定性 但是由于其使用的不合理性 慢慢也得淘汰 所以这类门把手 我们只能在老款车型 或者是低成门车型身上见到 比如BRD F0之类的车型 再者我们要说的是 隐藏式车门把手 一直以来 设计师似乎对于 怎么才能驾驶者找不着门这个事 研究的乐此不疲 所以如何更加隐蔽的将车门把手藏起来 也成为了他们的最终目标 其中将原本的门把手 移到车身的C柱上面 是最常见的隐藏门把手的方式 比如Fiat Coupe 奇瑞A3等多款车型 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另外还有些车辆 门把手好似镶在车门里 让你摸不着头脑 比如特斯拉的车门 当车主靠近车门 门把手才会自动弹出 关上车门后 门把手又会自动收回 还比如日产GTR 如果要开启主驾位置的车门的话 就必须用左大拇指 按下门把手的右侧 左侧才会甚至弹气 出现门把手 最后要说的是无门把手车门 此类设计取消了传统的车门把手 敢用感应式或者触摸式 多出现在概念车和超级跑车身上 这种车说实话 就算给你开 你也找不到开门的方式 就好比超级跑车 麦可伦MP412C 它采用手势识别的方式打开车门 拖出来的腰线里 隐藏着一个感应装置 只要你的手在下方滑过 车门才会自动开启 就问你神不神奇 ways to麻烦 车门 会